好的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关于HPV感染的危险因素 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性活跃的人都有可能感染HPV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对HPV保持谨慎 有比较高风险感染HPV的人群包括 曾经有过HPV感染或接触过HPV的人 吸烟的人,比较早开始性活跃的人 以及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 对抵抗HPV感染有稍微弱的能力 因此更容易感染HPV 虽然这些因素可能增加感染HPV的风险 但请记住,及时的预防和保护措施仍然可以降低患病的可能性 HPV感染的早期通常是没有任何明显的体征或症状的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筛查,才能够早期检测发现 目前还是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来直接对抗HPV感染 大多数HPV感染会在一一到两年内靠身体的免疫系统自行消除 如图表左侧手势的那样 但是如果感染持续存在,尤其是高危型HPV就会引起细胞发育异常 如果不治疗,子宫颈持续地感染HPV病毒 就会导致子宫颈细胞发生变化,并在多年后变成癌症 在通常情况下,异常细胞转成癌症需要约20年 但对于免疫系统比较弱的女性,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快 下一集就让我们谈谈关于HPV与子宫颈癌之间的关联 我们下一集见,谢谢大家